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维特根斯坦传 副标题是天才之为责任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概是60万字 我大概会用25分钟的时间 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一位天才哲学家 如何为世界和语言化解 也就是 哪些东西是可以说清楚的 哪些东西则必须保持沉默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说话 那么你不妨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说话 换个文周周的说法 语言的意义是什么呢 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 语言的意义无非就是为了沟通 读书看报 然而千万别小看这个问题 事实上许多哲学家 穷尽一生都在探索这个问题 维特根斯坦说 语言的意义就是事物的名称 众人在一致较好的时候呢 他却忽然间华丽的转身 在后期又抛出了另外一个 完全不同的答案 说语言的意义就是使用 这是完全翻转了前期的思想 让人感到惊愕的同时 也让人充满了敬意 有句俗话说 汉山意汉岳家军难 而汉哲学家的思想呢 则是更难乎其难了 让哲学家去改变自己的思想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们的自信是骨子里的 但是呢 维特根斯坦为了真理 敢于否定自己 这份勇气的确是可以让后人 肃然起敬 更重要的 他还是后来几大哲学流派的 开山鼻祖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 奥地利的维也纳 后来呢 成为剑桥大学的教授 加入了英国国籍 那为啥要给他写传记呢 答案很简单 他在西方哲学史上 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创立了一个流派 分析哲学 还影响了两个流派 逻辑实证主义 和牛津日常语言学派 至于这三个流派是啥 我们就以武林门派来做比喻吧 分析哲学呢 相当于是少林派 武功高 影响大 名门正派 逻辑实证主义呢 相当于是丁春秋的新秀派 口号喊得震天响 武功呢 也很高 但是喧嚣一阵呢 就烟气息骨 不见了踪迹 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呢 就像是恒山派 本来呢 也是江湖大派 但是被令狐冲接管之后呢 身份变得不定 重新在语言学界和哲学界当中 寻找自己的位置 维特根斯坦是天才人物 一生也是充满了传奇 出生于富豪家庭 却为哲学抛弃了巨额家产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战火纷飞当中 思考哲学 前期后期哲学思想截然不同 但是呢 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一生坎坷 临终一言的却是 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著名哲学家罗素 评价维特根斯坦 是天才人物的完美典范 本书的作者叫 瑞蒙克 是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教授 哲学家 并且呢 特别擅长数学哲学和分析哲学 而维特根斯坦 正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 正所谓 高山流水 欲知音 瑞蒙克给维特根斯坦写传记 恰恰是英雄西英雄之举 传记自出版以来获得过很多的荣誉 甚至获得过英国的最高传记文学奖 达夫库博奖 好 介绍完了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括 下面呢 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根据本书作者的基本意图呢 我们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人生经历时间线 来了解他的生平和基本思想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部分内容 维特根斯坦的少年时代 1889年 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 维特根斯坦的母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 而他的父亲呢 乃是当时的钢铁巨子 是奥匈帝国最精明的工业家 父亲的性格暴躁 并且满脑子都是父业子成的思想 希望自己的钢铁生意 可以由自己的儿子们来继承 所以他抚养儿子的主导思想是 要他们学习工业技术与商业技能 延续自己的生意 维特根斯坦有四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他是老妖 这是一个天才之家 这些兄弟姐妹们 纷纷显示出早熟的音乐 艺术文学才能 童年的维特根斯坦十分迟钝 四岁呢才开口说话 鉴于兄弟们在文艺上的天才 这位小老弟知道 只要自己显示出对工程的兴趣 就会得到父亲的称赞 同年的他呢 对实际的技能和技术非常用心 十岁就可以做缝纫机模型了 可是呢中学的时候 维特根斯坦的科学技术科目成绩很差 富裕的家庭背景 让他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同学当中 也不受欢迎 天才的自我毁灭病 笼罩着这个家族 维特根斯坦的三个哥哥都相继自杀了 剩下一个没有自杀的哥哥 也是间歇性发疯 在一战的时候 失去了右手 有这样一个家庭环境 就不难理解 少年维特根斯坦 内向偏执的性格了 受到姐姐的影响 少年维特根斯坦 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 在父亲的催促下 这位少年去了柏林一家工业高等学校 学习机械工程 维特根斯坦研究生专业是航空学 这位天才呢 终于开始显示出了不凡的一面 他拿到了奖学金 甚至是还申请了螺旋奖的设计专利 可是作为理工男的维特根斯坦 读过英国哲学家罗素 和德国哲学家弗雷格的著作之后 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人生方向 搞哲学 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哲学的深邃与高冷符合他的性格 也符合他的个人兴趣 1911年 罗素在剑桥的树里逻辑课 迎来了第四个学员 维特根斯坦 一个学期以后 罗素认定维特根斯坦 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爱徒 一年以后 维特根斯坦正式进入剑桥三一学院 成为罗素的学生 没过多久 这段师生的关系就开始转变了 作为导师的罗素 越来越渴望得到维特根斯坦的赞许 怎么可能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存在 罗素开始失去了研究逻辑的自信 罗素曾经写下一篇题为 《逻辑是什么》的论文出稿 却感到很想把这个题目留给维特根斯坦去做 在逻辑的世界里 他们的师生关系倒了过来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一师一友的关系 绝对可以算是哲学界里的一段佳话 不过呢 咱们还是得补充一件 维特根斯坦学习哲学之后的议事 为了做哲学 维特根斯坦甚至放弃了父亲馈赠的巨额家产 对钱的态度 维特根斯坦这位天才有一种传奇般的随性 他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家族的别墅 与朋友们一起挥霍手上的金钱 甚至掏出十万克朗 资助缺乏生计的奥地利艺术家 也可以在经历了五年战争生涯之后 回家一个月之内 把名下的财产全部送给了哥哥姐姐 这种境界 非常人所能想象 要了解维特根斯坦为啥要哲学 不要金钱 咱们就必须进入他的思想世界了 接下来咱们就进入第二部分 维特根斯坦的青年时期 以及其代表作《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的第一本著作 其实也是他生前唯一正式出版的作品 就是《逻辑哲学论》 这是一本很薄的书 中文版也不过两万多字 但是这本书绝对可以说是一本奇书 这里总结了四大奇特之处 先来说这第一个奇 这本书是在战壕和战俘营里写成的 讲到这一点 咱们需要脑补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维特根斯坦虽然说是个文人 但是也是个热血青年 于是毅然选择参军 他在1915年开始撰写自己的《逻辑哲学论》 不过动笔不久就上了战场 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 外面战火弥漫 子弹横飞 随时都可能丧命 好不容易盼到了枪声暂停 别人都是在休息或者是思念亲友 可维特根斯坦呢 在满脑子都是在思考哲学命题 而当枪声再次响起 维特根斯坦立即拿枪跃起 打击敌人 这样的情景绝对是很奇特吧 不过呢 他这样的怪人肯定会遭到战友的非议 而事实上呢 维特根斯坦也称自己的战友们 是一伙罪鬼 一伙恶劣和愚蠢的人 后来他被俘虏了 在战俘营里呢 仍然是在修改自己的书稿 精神可嘉吧 接着第二个棋 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是一波三者 维特根斯坦传的作者 花了大量的篇幅 基本上都是在探讨 逻辑哲学论这本书的出版过程 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心路历程 概括来说 那就是天才的书 普通人呢 读不懂 而天才呢 又不愿意委屈自己 所以说啊 这出版之路不是那么顺 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 我这本书要么是一流的 要么就是末流的 如果是一流的 一百年之后再出版 也没有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